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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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弥补 所以让孩子们过得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非常的舒服 让孩子们好意无劳 不让他们吃苦耐劳 事实上爱之 失得其反之害之 而现在我们的父母们 很多人已经尝到了 这个苦的结果了 孩子们第一个不听话 第二个好意无劳 第三个脆弱得很 焦嫩得很 多是变成了温室里边长大的 一些花草 水果 进不去风霜 一下子我们的社会有变动的话 现在的这一班年轻人 才有苦吃了 年纪老的反正已经吃过苦 反正快要死了 年纪轻的这一班人有苦吃 因此我不是说警告年轻的人 我说劝勉我们现在年轻的人 事实上这个节目 年轻的人听的人很少 愿父母们 愿中年的一些菩萨们 能够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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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必须要寄去古人的古训 叫做居安思维 也就是必须要有危机感 在我们安居乐意丰益 灰依族轻的这个环境里面 那么在我们的安居乐意 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准备有灾难的ik 什么灾难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这个样子下去 好意无劳 好吃懒做 有时候好闲 那我们问题是太多太多了 外边环境 就是国际的环境也好 怎么样子的环境也好 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这是另外一回事 而我们自己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要养成勉勉 能够耐苦耐劳的性格习惯 那我们在任何环境 任何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平安地度过 否则的话 从温室里边长大的 培养出来的花草 和果菜 这样这个花棚又不见 这个保护网没有了 那个温室被破坏了 那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我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和观念 就是能够不要怕苦 不要怕累 不要怕环境 这个怎么不好 而要随时随地准备着吃苦耐劳 同时呢 现在我们一定 怎么样子做 要找事情做 有的人呢 没有 就是没有好的 名位的工作不做 没有好的利润的工作不做 没有啊 好的形象的工作不做 所以形象就看起来 这个穿得很好 样子很好 这就是好形象 事实上 工作啊 没有数位啊 贵和贱 但看我们以什么心态 去啊 去做 我们是为了 自己去 用一份工作而奉献去做 至于他的收入多少 没有关系 现在到我们发股山来的 有许多次育工啊 他根本不需要钱 就是来奉献的 他们自己家里边 有的是有工作 有的没有工作 就到我们发股山来啊 就来工作 工作的时候 工作得非常愉快 那么也有呢 他们有很好的工作的位置 也有很好的待遇 但是呢 他们愿意到我们发股山来 位置没有那么好 也没有那么想 而钱也没有拿得那么多 但是他们愿意来做 这是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奉献 以为奉献而来 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啊 那我们这个社会 就越来越好 而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不是为了 钱啊 名啊 贵啊 而工作的话 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 有工作 多必啊 游手好闲啊 好得多 还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再帮助 回到 尤幕后 那 我能知道 我能舍得